大家好我是姐夫 中秋節快到了 又是烤肉的季節 最近 不管是大賣場的行路 還是電霜廣告 都在促銷烤肉食材和烤肉爐 姐夫發現一款烤肉爐 覺得蠻有意思的 決定入手來試試看 今天 新的烤肉爐 宅配到家了 我們一起開箱 試試看 包裝的還不錯 蠻紮實的 割斷 割開 打開 有兩層紙箱保護 包裝的還不錯喔 有收納袋 收納袋 有收納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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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納袋 带子蠻結實的 先收好 拿出來 有不鏽鋼扣 可以固定烤肉網 移動烤肉爐的時候 烤肉網不會分離掉落 是個安全設計 還不錯 烤網中心圓形不鏽鋼隔板 防止烤肉的時候 油脂直接滴入木炭 這樣的話 應該會減少很多的油煙 底部有個電池盒 先把電池裝起來 用的是3號電池4顆 用來啟動裡面的風扇 這是風扇調節鈕 可以調節炭火的燃燒程度 和火力的大小 欸 就不用像以前 用電板煽的滿頭大焊 來 試試看 動了動了 喔 真的有風 可是風不是很大 不知道好不好用 來看看裡面 木炭放這裡 還有蓋子 這樣可以預防油脂直接滴入炭火 這是不鏽鋼內鍋 應該可以讓空氣流通 這是通風的設計 應該也有隔熱的功能 來試烤看看囉 來 出炭 倒點酒精膏 好 點火 先讓它燒一下 打開風扇 糟了 糟了 蓋起來 預熱一下 生火的時間大概10到15分鐘 這是雞胸 加一點油 加一點鹽巴胡椒 周圍不會燙 周圍不會燙 隔熱效果還不錯 我們開始烤 蓋起來 會熟得比較快 翻面 翻面 蓋起來 再烤一下 大約烤2分鐘 檢查一下 調多塊好囉 熟得剛剛好 熟得剛剛好 嗯 嗯 鮮嫩多汁 來 吃看看 還是原味最棒 這款烤肉爐 標榜蜂窩式碳爐設計 不鏽鋼類爐 搭配底座導流風扇 組合成3D立體的循環 有科技感 整體來說 質感不錯 只是網路上的差價落差很大 從699到167都有人在賣 有興趣的朋友 可能要費點心 上網比較比較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姐夫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 還有訂閱姐夫的頻道 和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會請